馬子慈悲 大家好 很高興又到了我們馬子網路大學堂 來認識武士命理方面的知識 顧問今天要來談談現在是年中 年中的時候每個企業或個人都開始會來規劃明年的計劃 像企業就做五人的策略規劃 然後明年度的計劃 就定下一些目標、一個方針、努力的方針 還有要做的重要的計劃 個人就是一生生涯的規劃 這十年我們要規劃一下 這十年每個十年要努力什麼 還有明年要努力什麼 定定一個目標、一個計劃、一個努力的方向、方針 所以我鼓勵同修就是到年底一定要來喚醒自己內觀 自己升天的命印 還有十年的大印 還有流人印 我們寫命理 就是要透過指揮來看看 透過姓名寫來看看 明年要注意什麼 明年的優勢是什麼 缺點是什麼、類似是什麼 能掌控制 做一個規劃七級必凶 所以顧問很鼓勵看命 顧問從小 阿嬤就帶著我的八字給向命師看命 要注意怎樣怎樣怎樣 你這個小孩呢 也就是我 就可以讀大學 將來比較會有成就 要避開怎麼樣什麼什麼 這個整個生來 一生當中要注意的重點 然後阿嬤長大了 因為拜馬祖 所以每一年呢 會去問馬祖 抽個年簽、問簽 在大年持續完過後 就是大年持續 過了十一點多 開廟門廟 我就會北港馬祖廟 就把杯抽籤 新的藝人我要注意什麼 那馬祖就出籤師跟我提示 那我年輕的時候 在上班 那我也就懂得 大年持續到初五這個時間 都會找一個命理師 去看看我的流言 今年要特別留意什麼 那來做七級避凶 再一路走來 馬祖的一個幫忙的提示 還有向命老師呢 的提醒 那因為每年都去看命 看指揮 他媽媽自己都學會看指揮了 也會看八字 再懂一點 那寫了姓名寫以後 自己寫了 自己會看了 所以每一人 我一定呢 在年中的時候 會看看自己的主位的面盤 注意自己的姓名寫 那這十年 這五年 我該注意什麼 然後新的藝人呢 我特別要小心什麼 那所以我們呢 馬祖的信徒 一定要去抽個籤 看看馬祖對我們有怎麼樣的教義 那補掛嘛 就抽籤 馬祖會提示我們 那馬祖就是可以抑制我們厚福 因為他有寫賢美密華 而幫我們欺吉避凶 那主位怎麼去看這樣的一個流人印呢 各位看看這一張圖 為什麼我們呢 鼓勵來看命盤 武術命理 像主位斗士 你把這個命盤打開一看 每一格每一格就是十人十人十人 有人呢 第一格是一到十三歲 一到十五歲 每個人不一樣 再來是每一格就是十年十年十年 那你十年十年的印在那邊 那一整張你的命公啊 夫妻公啊 你的財博公啊 就是你一輩子的 一輩子的先天的命印 然後那個格十年十年就挺十年的大印 那像我呢 已經過完年就六四五歲了 那我必須看這一個 我這十年六四五歲落在哪一個 那個十年 那這十年我走那個印 那明年是老虎人呢 是延年 延年人 就一看延年人那個格 那當作我的命 所以就一看出來了 一輩子的 還有十年的 還有呢 哪一年的 當然有哪個夜哪一天 那棍呢 大概都不會講這麼細 看到哪個夜怎麼樣 哪一天怎麼樣 因為看一棵士 人就像栽培一棵士 這個士要栽培非常的茂盛 壯大 首先呢 就是先天的命印 下面在土壤以下那個羹 那個羹就是羹基 基本 就你先天的命印 你一定要注意 你要注意什麼 所以你一定要去看看主位命盤 老叔都會跟你講 你的命個性是怎麼樣 要注意什麼 那你的感情夫妻功是怎麼樣 你的財婆功 事業功是怎麼樣 你的身體怎麼樣 有什麼缺點 有什麼優點 你那個羹扁 就是先天命印那個羹扁 在土壤以下你看不到的 也就是我們的羹基很重要 你的羹如果健康了 你的事倒掉了 還會再長出來 還會再長出來 所以根本最重要 所以我們一生 一定要看一次 自己的命盤 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接下來 再看十人 十人就是我們的事幹 這十人呢 我們事幹 會不會有蟲來幫我們住 那會不會人家來看我們 會不會得什麼病 這個事也會生病的 所以你事幹要顧好 這十人你要注意什麼 你要注意什麼 要做些什麼事 把十人也顧好 所以你把一輩子的 該注意的事情都知道了 也公正了 也顧好了 接下來呢 就是十人事幹 顧好了 那流年就是今年 那就是事業啊 那是事業去流年 那流年呢 每一年有春夏秋冬 各位知道事 春天開始長 冬天因為掉光了 開始長 那夏天長得很茂善 秋天就慢慢的掉下來 冬天就沒有事業了 那冬天風很大啊 秋天冬天風很大啊 那秋天的颱風很厲害啊 夏天也有颱風 春夏秋冬 我們有一些災難 有季節的關係 我們事會冒勝 也會孤危 那無所謂啊 因為我們事幹健康啊 我們的羹很健康 所以春夏秋冬 硬的齊齊樂樂 我們都不用怕 所以每個月齊齊樂樂 季節的齊齊樂樂 只要我們把事根固好 一輩子的固好 十年答應固好 大概都沒有問題了 那今年我們事之也固好 那事業的春夏秋冬 的變化無所謂 因為明年還會長出來 一直掉光了 太陽來了 把事業都掃光了 那我們事幹在 我們更在 明年才事之 事業也還會長出來 還是會冒勝 尤其一輩子 一定要固好 所以 每一個人呢 來到 棍這裡 看油臉 棍都會提醒他 你的根本土壤以下 該注意的地方 一定要注意 因為顧問的責任 為什麼叫顧問 顧問就是提醒你 該注意沒有注意的地方 那個土壤以下 那個根看不到了 你一定要顧好 你的陽分啊 血分啊 一定要顧好 有病一定要把它處好 把那個病根除掉 你的根顧好了 他樹幹都會長得很高 長得很好 樹幹倒的 他還經過一段時間 他還會長出來 就不用擔心 那接下來就十年大硬 十年大硬 就是那個樹幹把它顧好 把他顧好 那你大概這十年都不會有問題啦 那樹枝每年每年起起落落呢 哪一年起年落呢 今年印好明年印差 無所謂 因為你是幹好是更好 你就不怕那個颱風 你還會長出來 你勇敢的去挑戰 有住信 所以把十年顧好 那今年又看啊 今年會怎麼樣的天氣 我們又把它注意好 把它顧好 把樹枝也顧好 那個葉子的春夏秋冬會變化 會變色的 會掉了 會長出來掉了 曲曲落落的 無所謂 所以 這就是 看命裡的十年大硬 流年硬 還有先天一輩子 那姓名寫也是一樣 你看所有的命裡 都是有這樣子 姓名寫 天門帝 第一個字呢 走前面二十年 第二個字走二十一歲到四十歲 第三個字四十一到六十 接下來再回同 六十一到八十 你看 他也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看一個字 那字有左右啊 有上下啊 各十年 那裡面再分 這是五年 那大概你這五年 這個十年 是走什麼樣印 那名人是老虎人 那以老虎人呢 那年人來看我的名字 就可以知道 要注意什麼 所以同樣的道理 命裡 都是有講到一輩子的 還有十年了 或是二十年的 還有每一年的流年 都有所謂的基礎根本 就是一輩子的 那樹幹 在十年 五年 二十年的 再來是四肢每一年的 那每一天 每個季節 每一個夜 每一天 那現在不用看了 因為那個 春夏秋冬嘛 都會變化 只要你四肢顧好 樹幹顧好 根本顧好 就沒有問題了 就沒有問題了 不然路怎麼過 天天看命 天天看命盤 那路怎麼過 那就變成太依賴了 太依賴了 那姓名寫也有這種 一輩子的 還有十年二十年大印 然後有每年的流年 那姓名寫完了 又還有 麥香寫有嗎 我們教過麥香啊 可以知道嗎 有75部流年法 所以你的上庭呢 一到三十歲 你的中庭呢 三十一歲到五十 你的下庭呢 五十一到七十五 那七十五部流年法 每個地方每個地方是流年 哪一年走到哪個部位 它也是有 有一輩子的 有十人的 有流年的 那現在是年底了 在回顧的 企業要回顧 我們的五年策略規劃 再來看我們的年度計畫 定定的 大家一起定定目標 然後有個重點計畫 重點的努力方針 然後呢 目標確定以後 大家一起努力 個人呢 也就是要拿起生涯規劃 來檢討自己 因為人底的來檢討 然後看看這一生 怎麼做自己的理想圖是什麼 夢想是什麼 然後最近的十年呢 要做什麼事 那這五年要做什麼事 然後呢 明年呢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 那看看流年 所以過年輕的時候 每一年呢 過年一定會找命理老師 到最後看命 看到最後 走病奔良醫 自己也會看命了 那我每一年 我一定會去把 把杯戳連籤 那了解我自己明年 特別要注意什麼 父母的健康要注意什麼 小孩的關係 夫妻之間 還有我們種福報 要怎麼做福報 我們四月要做什麼 外車交朋友要注意什麼 那投資理財要注意什麼 都特別要去留意一下 要掌控自己的人身 命運操在我們手上 我們更要去看命 不是看命不是迷信 而是收集資料 反觀自己 上輩子我們做什麼業 欠錢要還錢 欠命要還命 欠錢要還錢 要怎麼還 知道了過期的業力 優點欠點 再看看自己的成長 自己要往哪個方向去努力 好好的這個規劃 我們才會更成功 好而且會更好 所以顧問在上來規劃 做策略規劃 常常會講計畫 講一計畫 沒有計畫就是在計畫失敗 你沒有計畫 就在計畫失敗 計畫就要策劃 在策劃前要了解 收集情報 收集資料 了解自己的優缺點 那企業叫史沃特 又類似分析 我們也要了解 上輩子我們有什麼優勢 有什麼缺點 該緩的 該要的 我們都了解 然後我們自己來規劃 自己的人生 以上呢 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好好做好明年的規劃 明年的計畫 看一下流連 看一下命運 不然就要到廟裡面去 跟馬子請示 明年要注意什麼 請馬子給我們指導 揣一支籤 再看看 一德馬子的新六指甲九零籤 會告訴你 告訴你各個方向 事業健康 如果去經營健康 如果經營感情 每一個牽絲都要提醒我們 知道我們要注意什麼 要好好地規劃明年 沒有計畫 就是正在計畫失敗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馬子指揮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